是 是我把你吵醒了吗 不好意思 我一会儿九点钟公司还有个会 我得过去一趟 没事 你可以继续睡 那我送你吧 不用了 我已经叫好车了 到楼下了 等一下 那 你听我一个 你该不会以为 经过昨晚之后 我们俩的关系 就有什么变化了吧 你可是我 第一个 难怪 难怪什么 李景阳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有些事情 就不是一个晚上可以发生改变的 但 总该有些东西改变了吧 那对你来说有 对我来说没有 弟弟 姐姐呢 就是嘴甜 姐姐心里没有你 你要是心里过不去呢 我可以 在别的方面 给你补偿 好不好 不 自己娶的媳妇 愧着也要贴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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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画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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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蜀 站起来 慢点 别摔了 我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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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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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吹过天边星光 飘放不断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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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吧 老大 在看什么呢 盯你一整天了 有些不对劲啊 那个 Sweet是不是要开业了 我打听过了 他们马上开业 听说还会有不少的新品上线 老大 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 做一些准备应战呢 不用 你现在过去打听打听 他们到底哪天开业 行 我一会儿去 对了 咱们店的预件 最近卖得特别不错 我想等他们开业以后 咱再上一个新品 打个擂台 比试比试 倒也不用了 其实咱们新品也差不多了 现在就是差一点 表现的元素 元素 是吧 这么快就回来 郁姐 坐 坐 之前 我听景阳说了一些 关于瑞瑞的事 而且听说 是我那个弟弟 主动要求你住进来的 四海 你觉得我弟弟怎么样 郁姐 你说的该不会是我小的 那个意思吧 如果我说是呢 别闹了 丑木那个人物 我都怕被他冻死了 而且 我明显不是他那盘菜 他都同意让你登堂入室了 他那是为了让我帮忙照顾瑞瑞呢 以我对承睦的了解 他这分明是邪瑞瑞以令诸侯才对 瑞瑞 来了 乖 瑞瑞 让干爸做你的小姨父 成为真正的一家人 好吧 我第一件可是很很很很很很 宝贵的 你当变形金刚 小爷 你和干爸快点结婚吧 好 你个臭瑞瑞 一套变形金刚就收满你了是不是 瑞瑞 不是 玉姐 嗯 沉默他是真的没有那个意思啊 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不是 我来问干爸 哼 这说曹操 曹操就到 接吧 呗 喂 笔记本 不是我没空 我一会儿还得陪瑞瑞睡午觉呢 你找别人拿吧 瑞瑞我来陪 你快去 啊 好 我一会儿给你送过去 记得报销 双倍报销 我还加一个奥特曼带 什么给你买 你的笔记本放哪儿了 哦 哦 还要多久到 在路上 估计还要有 嗯 不得不说呀 这个人做甜品 确实有三四五六七把刷子 字也写得不错 哎 来了 哦 哦 笔记本给我就行 麻烦你了 没事 你们老大这什么情况呀 打个电话着急忙活呢 哎 谁说不是呢 老大最近因为新品的事 都恍惚了 这不 连记录新品的笔记本 都落家里 还麻烦你跑一趟 没关系 那你赶紧把本子给他 我先走了啊 哦 哦 哦 嗯 哎 这是家哪里的 这下sweet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了 老大 哎 哎 哎 特人呢 哦 走了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去忙了啊 嗯 哎 哎 哎 小树 亲爱的 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我带你去睡 快过来 快过来 你怎么来了 昨天我记得你是跟我说过的 要在其他方面补偿我妈 所以我才试着你 嗯 知道 李景阳 嗯 你故意的 跟亲爱的学的 走走走 说吧 想要什么补偿 做我女朋友 李景阳 我没工夫跟你瞎吵 走啊 我带你去吃饭 我 大脚的不吃饭 长时间都胃不好 走吧 来 走啊 你走了 没挑張结 牵着手 弩抖都 如明虎面 有你的成见 都舍不得分源 瑞瑞 你又不长脊下 又到喷泉这儿了 妈妈 你回来啦 你回来啦 回来啦 这衣服怎么湿的 你如果我说是这泡泡 她自己装上去的 行 不去玩了 上次弄完都生病了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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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 瑞 行 赶紧带瑞回家换衣服 上次弄湿了 生病了不长机器 你现在是住沉默家 我听说沉默还不错 你就单身这么多年 可以发展试试 给你来啦 我听说沉默家 你还好吗 我听说沉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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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 我听说沉默家 我听说沉默家 童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没过多久 斯维特就出了跟我们一样的新品 什么斯维特 你们新品怎么了 是像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新品 我做出来了 好事啊 理论上来讲似的 但今天 斯维特跟我们出了同款 等等 那现在的意思是 斯维特出了一款跟你们一模一样的新品 而它 回忆是我泄露的 不用怀疑 就是你 那个笔记本除了我和老大 没有别人碰过 阿滴 不是你还能是 阿滴 不要再说了 承睦 笔记本是你让我给你送过来的 是 路上不小心掉了 然后因为那个书签掉下来了 我不小心看了一眼 但是我很快就把他放到原来的位置去了 你们谢门谢露跟我有什么关系 莱娜 你看 他都已经承认看过笔记本了 乔木 所以你相信我吗 我们现在不是聊这个的时候好不好 我们把当下的问题解决 所以你也怀疑我 我 安爸 他 啊 乐 穿的时候 倒是挺顺手 既然这么不相信我 你就找一个 你相信的人就好了嘛 亏我对他还有好感 我当时就不该喝那一口酒 不然也不会认错人了 干爸 你拿孩子对吵架的时候 是要让着人孩子的 你看你把小姨气的 我好像适而小姨生气了 爸爸惹妈妈生气的时候 都是撒个娇 妈妈就原谅爸爸了 要不你试试 撒娇 可是干爸的情况 和你爸妈不太一样 男子汉 认错要勇敢 下雨了 机会来了 瑞瑞在店里等干爸 你确定 确定 好 我尽管是在你们照片 One 宝贝 大把 是 你 这 我 只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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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班去了 一会儿你记得你就跟你小几 坐那边 优优 干爸给你商量个事呗 今天干爸得去上班了 李锦杨叔叔过来陪你 他这个人呢 脑子不太好 所以你就帮我好好照顾他 可以吗 干爸 小姨到底什么时候出差回来呀 小姨工作忙 干爸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你就在家乖乖听话 你不多看我一眼 怎么样 帅不帅 润润 交给你了 包吨 润润身上 润润会照顾好 紫阳叔叔的 平时这个点儿 店里肯定爆满 四位的新店开业 大稿促销 人肯定都去那边了 我看到网上好多自媒体号 在安丽丝与他家的甜品 你们小点声 等大家新鲜劲过去了 还是会回来的 况且老大又不想跟别人打价格战 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甜品就行了 客人少 大家正好可以一起去后厨 练习练习做甜品 谢宁 领着大家一起过去 走 走吧 老大 我调查了一下 听说是Sweet的甜品师 收到一封关于咱们新品的邮件 他们尝试着做了一下 觉得很不错 然后 就稍微改了改就用了 那这邮件是谁发的查到了 发这封邮件的好像是一个废弃了很久的小号 你说这姜思涵倒是不傻 还知道用小号 提前做了准备 我们这一时半会儿根本查不出来 这事不是他干的 老大 你就这么笃定 难道你有证据了 没有 那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因为我相信他 还好只是有些地伤 还好只是有些地伤 Cweet 为什么会和做的甜品一样 得搞清楚 那家新开的甜品店 你俩怎么过来了 你问他 怎么了 怎么了 瑞瑞 是不是景阳叔叔烦着你了 斑吧 小姨没有出差 是真的搬走了 你们骗瑞瑞 瑞瑞 小姨最近是真的有事情了吗 所以就没法在家里住了 你骗人 叔叔都告诉我了 叔叔 小姨是不是搬走了 小姨的拖鞋都不在 那么可能是出差 她问的 来 没办法 我不喜欢撒谎 瑞瑞 甘巴和小姨呢 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对不起啊 小姨这段时间呢 确实有事情要忙 所以就不方便住家里了 那小姨还会回来吗 会 甘巴答应你 等甘巴忙完了 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小姨追回来 好不好 好 来吧 大爷 好 甘巴 我们今天吃什么 瑞瑞想吃什么 我想吃小姨做的鸡蛋羹 你小姨也不在 我给小姨打电话 让小姨回来给我做 好 没人接 再给她打一个 有人接吗 没有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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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怎么是你啊 不然还能是谁啊 小芋头啊 人姜思寒刚走 嗯 你就开始虐待人侄子 竟然给小孩吃垃圾食品 这都是我爱吃的 嗯 嗯 你有事吗 嗯 不找你 我来找小玉头 公司运营联系不上的 说好的更新也没更 我有点担心她 联系不上 嗯 我知道小姨家的地址和密码 那既然 瑞这么担心 我就跑一趟 是 只有瑞也这么担心 你在我面前还有什么可装的 来 把电视告诉我 嘿嘿 看看一会儿啊 我洗个澡 好 来 嗯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做个梦怎么能梦到你 早上就不让你搬出来了 都不懂得照顾自己 你还好意思说 要不是因为你的话 我会淋雨吗 嗯 不好意思 你要是现实生活中 有现在的十分之一温柔 就可爱多了 伟大男人 别那么可爱干嘛呀 你不可爱哪有人爱你啊 你想孤独终老啊 嗯 江大博主这事 在担心我吗 嗯 你别动 真能信我 摸一下子 这是我的梦 我想怎么摸 就怎么摸 嗯